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雖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將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服務 今天還是非常豐富的一天 當我們走完了朱家花園 我們來到一個 伊人古鎮 現在 我們來到一個 伊人古鎮 沿途 風光秀麗 到處都是油菜花 真的是 黃色的地毯 黃色的地毯 我們現在 要去 楚雄古鎮 叫做 伊仁 伊仁 伊仁古鎮 這個伊仁 伊仁古鎮 這個伊仁很難生的 叫伊仁古鎮的 我們要去看它的建築之美 文化的美 這邊 伊仁古鎮這個地方 它真的是 就是這個伊字 伊仁 伊仁 伊仁部落 這個念伊 所以 很多人到這邊 這一個字都念不出來 我第一次 我也想說 這到底是伊還是伊 我去查 才說 這是伊仁 所以我們來到 這是一個伊仁古鎮 這一個古鎮 它的建築之美 文化的美 征服了我們的旅遊者 遊玩了這個古鎮之後 遊客們說的最多的 感觸最深的是 驚奇 驚喜 震撼 興奮 想不到楚雄 會出現這麼一個 宏偉 壯觀 風格 獨特 文化深厚 風情容易 美輪美奮的文化裡有景區 這裡集合建築的美 園林的美 景觀的美 人美 水美 風情更美 美不勝收 到伊仁古鎮 走一趟 直回飄價 所以讓我們慢慢來欣賞 伊仁古鎮 它為什麼這麼美 那每到一個地方 我大概就會把這個地方的特色 做了一個小功課 跟大家來分享 希望我的介紹 不會讓你們覺得太俗氣 希望你們能夠跟我有共同的意見 的意境 我的心看這裡 它有多美 我就會用我的心情告訴你們 它真的是這麼美 尤其我對雲南的少數民族 我是超喜歡的 那雲南這些少數民族 每個地方我都好喜歡 不管到哪裡 尤其前中國大陸 我最喜歡的是雲南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打球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叫木蘭花 有人都說這是木棉花 不是 它是木蘭花 那在中國大陸 也有人說這叫做玉蘭花 這些花是慈禧太后很喜歡的 所以我們在一和園 在很多地方 在永樂宮 都會看到有很多這樣的花 這個叫做木蘭花 也說義蘭花 今天中午吃這個是少數民族的火鍋 這個是非常棒的 來這裡吃飯 就是一大享受 其實有一個火鍋 然後加上一個白飯 哇 好好吃喔 我常常我在錄音的時候 都是在晚上 然後 今天晚餐我還沒吃 所以我肚子好餓 看著你們吃我都好嫉妒 這是我們晚上住的禮館 我們的天花瓣都這麼美 燈美 線條也美 光線也美 形成一個非常美麗的燈光 只是我們住的飯店 好有特色 當你住到 你看到客人 一進到飯店 趕快再拍照的時候 我們的感覺就是 我們住了一個很漂亮 很有特色的飯店 然後在中國怎麼會把 比利時的小童尿 搬到這裡來勒 比利時的小童尿尿 搬到 櫻蘭來了 它是 假的小童尿 不是真的小童尿 它是一個藝術品 不過也是蠻漂亮的造型 但是 COPY是無罪的 因為它沒有做的一模一樣 它只是黃小童尿 那我們 從 建水 離開以後 從 疑人武鎮 我們離開 我們今天 就要到 麗江了 我們要到麗江去了 那沿途景色 真的是 非常漂亮 我們 住的地方 不是 魚竹 那個地方 叫做 楚雄 我們昨天在 楚雄這個地方 住了一個 非常豪華的飯店 那我們現在 車子 緩緩的離開 在楚雄 我們要去麗江 這個麗江的路上 這個時候來 從 羅平一直到 建水 羅平 沿陽 到建水 然後到 楚雄 然後到麗江 沿途 我們都會看到 不同的風光 然後我們大概看到的 都是 少數民族 其實 櫻南的少數民族的特色 實在太多了 所以 來看看櫻南 18怪 再來看看 28怪 81怪 哪一天 我把81怪都學會了 我再來告訴你們 什麼叫做 雲南81怪 什麼叫做 那 看到 已經看到進步的地方了 我們從 鄉下 都不會塞車 到哪裡 好像都只有我們這一團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 非常建設 非常進步的地方 這個一個 長長的隧道 就已經過了這個隧道 很快 我們又到了 快到麗江 今天晚上 我們會住在麗江 然後麗江 又是一個非常美的地方 所以 這個行程 天天都在高潮 都處於高潮 每一天 客人都是 哇哇叫 哇 太這麼漂亮 太這麼漂亮 大家都這樣說 然後回來 我問說 好不好玩呢 大家都說 很好玩 但是 坐車 比較累了一點 我常常講說 你不管到哪裡去玩 你都必須要很辛苦的 辛苦而後肝 啊